中西蔓延, 影視綿落, 光影不變, 盡在手輪影院 主持, 卵仔 各位網友, 各位聽眾, 你好, 我是卵仔 來到第二節的手輪影院 剛才我都說了第一部電影, 就是來自CCTPK 現在想說第二部電影, 就是上星期9月3日才上映的《絕地狂童》 聽名字好像又是玩食肆的 原來這部電影的男主角, 都是我熟悉的電影 就是奧雲偉順, 屬金之王即成龍的潘娜 還有前設金剛的巨星, 皮亞斯布斯蘭 而這兩個傢伙都要走出來, 又聽完這套《絕地狂逃》 應該你聽下去都離不開走爛, 逃避追殺的電影 這套電影其實我看完之後, 由入場到原場 心都未平伏 因為這套電影從頭到尾都很緊張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套電影話說就是說某東南亞政府 跟一個跨國企合作 在一些第三世界的地方, 大肆發展一些基礎設施 奧雲偉順就是飾演一個美國的工程師 外派到某東南亞的國家 其實某東南亞的國家其實真的是泰國 然後帶著老婆、子女去那裡工作 他以為在這麽漂亮的地方 又可以度一下家 到家之前又做一下工作 以為生活都很協議 誰知道呢? 原來就是當地的居民和警察 發生了一個很嚴重的衝突 暴亂 令到當地的警察和軍隊敗退了 當地就變成暴徒掌管當地的地方 令到全部的當地居民就接領了 那這些市民就沒有東西可以發洩 唯有發洩這些外國人 剛好,Jack就是外偉順飾演 就變成了無辜的受害者 還有那些外國人 即是那些狂徒 就見外國人做了他 甚至是殺他們 唯有逃離 連鐵金剛一起走 嘗試離開泰國 嘗試走去越南那個地方 那你說得好像 一輪嘴這麼長的說話 其實就是想帶出 主角呢 由開心到不開心 即是由危險到脫險 那一下 一百分鐘 即大部分都是很緊張的 那第一個很讚他 的地方 真是他去了泰國取景 令到我們一看就知道 雖然他說某東南亞地區 他沒有指明是泰國的 但是一看泰文 甚至當地的環境 就一看就知道是泰國的 甚至乎他開頭的音效 背景音樂 是有點像泰國的背景音樂 所以令到大家相信 那個地方 某東南亞地區就是泰國了 好了 但是呢 接下來就開始緊張了 話說就是 奧雲偉順 他去了賣少少東西 那玩完東西之後 咦? 原來呢 他一出到他店鋪門口 其他店鋪都下閘了 原來就開始有騷亂了 嘩 原來這個騷亂呢 是因為這些基建問題 政府基建問題 中飽私囊這樣 令到 當地人就很不滿 原來那個位置才開始有個 即是一個flashing point 嘩 那開始呢 就以為他不斷走就沒事了 誰知道中間的過程裡面 你看到那幫暴徒 是除了在地面上 襲擊一些外國人 甚至乎他們是厲害到 可以拿著支槍 坐在直升機上面 亂槍掃射那幫外國僑民 那整個過程都很緊張 雖然我看的過程都知道 主角的最終結果是不會死的 主角整家人一定是想脫 一定是可以脫險的 但是慢慢都猜不到 原來幫助這家人脫險呢 竟然是這個鐵金剛 皮亞斯布什南 為什麼這麼說呢 原來皮亞斯布什南 就是真正的神槍手 即是 中後段的時候 就算他距離那個暴徒 很遠的地方 都可以 是直接射死他的 所以你看到呢 皮亞斯布什南 真是很厲害 不過 有個地方 我覺得 始終這套戲 雖然緊張刺激 但是有個問題 就是說 他主角 是很想入這個 美國領事館 但是有個很奇怪的地方 那就突然暴徒 之後呢 是周圍都有 甚至乎 好像這些暴徒 好像是 神通廣大 甚至乎 將外國的領事館都可以炸倒 但是炸倒了 美國政府 竟然沒有行動過 感覺上好像有點疑 古怪怪的 正常 一個國家的大使館 被炸 應該會有些 follow up的工作 但是呢 這個位置 他們 這套戲 就是處理得不太好 另外 有一件事都很古怪 就是 最後 不知道為什麼 他可以 由水路逃走到 去越南 雖然 他拍到 迷宮河 好像很漂亮 甚至乎 他們主要是 由這個 迷宮河 走到越南 但是呢 我會覺得 為什麼不在陸路走呢 陸路走都可以去到越南 越境 但是 最後那裡 有點熱 感覺是草草收場的 因為我感覺到 他有很多 訊息想帶出來 但是 就高一點 不高一點 就令到大家 好像古怪怪的 看看 咦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 但是 我們想不及的時候 他這麼快 就帶去下一個地方 所以 感覺上 雖然好看 劇情 拉力 張力 很夠 但是 感覺到 他有點像 趕收工的感覺 但是 都完全 想不到 是皮亞斯 布什雷救了 他們一家 但是 始終 感覺上 就是 絕地狂逃 是 叫做 水準之上 水準之上 就是 緊緊合格 但是 我覺得 他可以做好一點 就是說 不需要 搞很多 一些題材 引伸出來 做一些暗語 就是可能 他想透過某些 情景 去告訴大家 就是說 可能 政府 和 外國政府 做一些 不見得光的事情 但是 他又不是 說得好命 不是說得好白 就算他用一些隱喻 都好像 不明所以 那樣 所以我會覺得 這些位置會被人 扣少少少分的 所以你說這套戲 整體來說 兩位男主角 表現是不覺不失 但是 有些位置 我覺得他可以 再交代少少少的 所以你說 10分 這套戲來說 我會給6.5分的 所以呢 這套戲 都可以試試看 看看的 因為 始終很久都沒有見過 皮亞斯布什南 始終這位年過60的演員 仍然都 有氣有力 和奧雲偉順走來走去 這一個 我也覺得 值得入場看回 這個舊鐵金剛的 昔日風彩 好了 跟著講完西片之後 我也想講另一套 都是兩個字來形容的 藍片 就是 我討厭政治的 黃遠之 那套 末女神探 一聽這個名字 末女 就是講到這些人 好像一輩子都嫁不出 古靈精怪 就是說什麼 就是 又是一個神探 但是呢 就是一個末女 跟著這套戲 就撞到一個白馬王子 最後一起查案 查完之案 就在一起 甚至是拉上天槍 感覺上這套戲 都是東拉西邪 為什麼說是東拉西邪呢 這套戲 其實 這些題材 老實說 真的拍得太多太難了 尤其是你找 這個金雞 SSS 最佳女配角的黃遠之去做 我覺得死多兩千重 為什麼說死多兩千重呢 我講句真 黃遠之唱歌好過做戲 第二 他拍的對手 是周柏豪 和蓮詩雅 這些呢 所謂的男女主角呢 其實根本呢 只不過是 二線尾三線頭的演員 我意思不是看低這些演員 但是老實說 周柏豪有什麼 劇集的代表作呢 阿蓮詩雅 究竟有什麼 有什麼 就是代表作呢 其實我覺得 這套戲 其實你說 拍了拍了 說有100分鐘 跟絕定狂道一樣 但是 我覺得那100分鐘呢 只不過是 東拉西斜 炒了一堆 盡量拖得幾多 得幾多 雖然呢 我見到當中 有一兩個演員 是做得挺好的 例如說 阿波 其實他都很努力 做他自己的角色 內學 這些笑片 你做極 多大賣力都好 只不過說難聽 真是小丑 其實我也很想支持 一些本地創作 但是 內學 你每次都是拍這些題材 例如楊千華的 辛澤施者 甚至乎一些 嘻嘻嘻的警匪片 笑完就算 另外你又見到 阿莊斯文 這些 sidecast 感覺到 我真的不太想看下去 所以我對這套戲 仍然是 沒什麼期望 也都是有點失望的 如果你真的想說 本地的電影 可以再拍得好些 真是想想 這些題材以外的戲 有時候 我們不是不想支持本地創作 但是 內學 你現在的港產片的水平 真的不斷下降 正如我上一節說 除了Hollywood之外 Hollywood的戲 越拍越細節 越拍越好好的 就是越詳細 所以港產片 如果你真的要加把 這樣追下去 麻煩真是一些戲路 戲的題材 麻煩真是要轉一轉 如果不是的話 每次都是什麼敗家 什麼敗犬 活女 盛女 她 真的 感覺到真的很沉 和很沉 很沉 所以 如果各位網友 想看的話 等一些 比較有水平的 港產片 才入場 放心支持 都不出奇 所以 整場戲 如果王遠之做戲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 真的不行 尤其是她那把 雞仔聲 說得難聽一點 真是挺難受的 阿波 真是搶戲 但是奈何 這樣做 真是很小丑 再加上 故事情節 跟大家都猜到 很公式 還有一些高潮起跌都沒有 所以 這套戲 如果你說給10分 我真的給4分 為什麼說4分 本來給3分 另外那兩個0.5分 一個0.5分 是給阿波 另外那0.5分 我是給鄭敬基 因為鄭敬基和阿波 真的做得挺好 以及挺搶氣 甚至乎很少見到鄭敬基 拍電影的 對上一次我看鄭敬基拍的那套戲 應該是20年前的非洲超人 什麼來的呢 網友 有機會你打非洲超人 4個字在YouTube 你就知道什麼 有力騷的 那就是 見回這些 八九十年代的演員 其實看起來都挺好笑的 好 各位網友 各位聽眾 今天就是以下我所說的 戲了 我也很高興繼續收聽你們的意見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想告訴我 歡迎你來到中港台的Fan page 另外你也可以來到這個 YouTube的Channel下面 請點評語 多些正評就是你們對我的支持 好了 那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我們下集首輪演員再見 拜拜 中港台 中港台